首播当日,剧集的热度更是超出了预期,不仅是国偶的天然受众,杨幂和陈伟霆的粉丝,以及很多巨慌的网友们都选择观看这部剧集。 云集了杨幂、陈伟霆、徐开成等一众人气演员的剧集《胡珠夫人》日前正式开播,首播当日相关话题就频繁登上热搜,虽然在开播后剧集的点击率暂时并没有达到爆款的程度,但是,在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,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杨幂和陈伟霆在戏外是多年的好友,这次在剧中却要饰演关系亲密的师徒,甚至是恋人,这样的设定让粉丝们感到新奇,讨论度自然是居高不下,不过在剧集还没有开播之前,关于《胡珠夫人》很虐的话题就已经先一步冲上热搜了,算是为剧集奠定了基调,2021年已经播出了不少古装剧,其中,不乏有像《长歌行》这样的大制作剧集,但是, 最终的播放效果都太近如人意,纵然杨幂的颜值保养得相当不错,剧集的滤镜也加分不少,但是,比起刚出道的时候,杨幂的状态还是差了不少,此外,陈伟霆的头套也是一大槽点,很多人都觉得,剧中的造型耽误了陈伟霆的发挥,也影响了观感,你觉得胡珠夫人好看吗?